被毅上校易乃文 他是张师大工业教育跟技术博士候选人 他也是后备司令部中华民国的陆军 我先稍后听听他的意见 包括同步在看立法人最新的画面同时 丁宇长期在关注年金的事件 丁我想请教 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版本状况底下 政党协商现在正在进行 未来可能通过的法案的方向 会呈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丁宇 我想年改是一件大事情 因为他影响 我甚至于讲他伤害了有一些人 原来人生既定的规划 这些人会痛 这些人会有不高兴 我觉得如果不能体会到这一点的话 年改做不好 年改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从2012年马云九率领三个院 行政院 考试院 立法院 说还引用了蒋经国的话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的时候 那时候就知道年改一定要改 只是马云九做不成 失败了 而现在再不做的话 年轻的公务人员可能要面对的 我的钱脚下去 我将来领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 我常常讲 以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 如果不是到了不改不行 没有一个在选举的人会去碰这一块 马云九就是选择了不碰 他后来就退开来了 那现在有一些谣言 我们先把他厘清之后 再看现在协商的几个重点 所以军人在街头上 认为政府背信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讲这么快 因为这个事情还在讨论中 第二个 这个不是蓝绿问题 我看到吴思怀 不是吴思怀 我看到李来西 这两天拥抱着吴敦毅手拿起来 吴主席 吴敦毅副总统说 只要他们能够在执政 一定帮军公教讨工道 我看到这一幕 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年金改革怎么会跟蓝绿 或政党轮替有关系呢 我特别用了 马云九2012年开始启动 他的版本有很多 比现在的版本更严酷 关中的版本 我光讲一个 这个终身奉 退休退伍军人终身奉 他的配偶结婚十年以上 现在是可以领半奖 关中的版本是领三分之一 可是现在蔡政府的版本 是领一半 所以把这个扯到 说国民党要讨公道 我真的是劝反年改的这些团体 你反对改革 我跟你讲 可以体认到你被改得痛 你把缴获到政党里面 甚至于之前 还有人缴获到共产党来 通通不会改 这种谎言都拿出来的时候 你等于是把自己政党 很薄弱的政党性基础 也摧毁殆尽 第三个 我碰到现役的警察说 哇 我现在我明年要退休了 你搞该这15年平均 我查这么多 这也是个谣言 针对平均几年计算薪资 是指现在在职的 第一个退休的不会这样算 而在职是 第一期程是5年内平均 而我们都知道 奉享的调整是5年一个基数 所以5年内影响不大 那5年后是每一年加1年 变6年 而且不硕及记王 7年平均计算 也就是15年后 才会有平均薪资 15年计算的基数 我们把这些忧虑 这些乌云都拔开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现在 正在立法院协商的重点 其实我认为是这三样 一个是所得替代率 怎么算多久出现 第二个 18%优纯 什么时候归零 第三个 一次对的人怎么处理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 一次退的人不要担心 很多人说 我一次退的耶 我没有月退金 你给我18%归零 我就没有退休金了 我就用改革 不要出于对行义 每个不同行业的喜好 好物 这样不可以 照顾退休人的退休生活跟尊严 我们希望有 如果没有 我们希望国民党提版本出来 国民党身为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党自己执政的时候 说不改会后悔 你版本不拿出来 然后一个吴敦一还没当主席 说将来我执政 一定帮你讨公道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 诚实地去回答这个问题是 你的讨公道是说 只要你执政 18%优纯恢复 只要你执政 所得替代率 大家维持090% 只要你执政 通通改回来 你如果敢这样宣誓的话 你就说出来 否则你也不能 评骗这些军工教人员 来我请教是这个 易大哥 目前为止 现在这些公务人员 或者是这个教师的部分 在雨中 依然在立法院之外 那表达他们的诉求 以你自己观察的话 未来在下个会期 针对军人的部分 您依然持非常忧心的态度吗 我刚刚特别提到是 如果行政会长林全 也可以针对雅宁一样 你在看到整个民意之后 立刻展现 你应有一个作为 那事实上 在军人的部分 一般都认为 军人 警察 甚至消防人员 因为他的行业特殊 是不是应该有特殊的考量 向会期 尤其在军人 在登场的同时 您还是持非常忧心的态度吗 谢谢主持人 我从两个部分 来说明 也向观众报告 我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就像刚才 主持人或者所有来宾都讲 军人他的特殊性 我们讲职业军人 我们不会听到说 职业警察 或者职业公寓 为什么特别讲 军人是职业军人 因为我们军人在 要报考军校以前 我们会考量的部分 非常非常多 其他行业要转业 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们军人要转业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军中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军人退伍 只能当三保 第一个叫保全 第二个是卖保险 第三个卖保塔 就是去卖林木塔 其他的就是去开计程车 这个现在的退部会副主委 他也讲过 所以军人在他决定要去考军校以前 他只能告诉自己 他必须干一辈子 他不可能 他也不会想说 我干了一半以后 我要退伍 因为他要退伍 他退伍以后找不到工作 可是现在有很多学弟 因为他们特别是升不到少校 而他必须在三位退伍的 他们退伍以后就去当保全 我常常跟他跟人家讲一个笑话 但是这也是事实 有一个女孩子读大学 大学毕业了 她很高兴告诉她的同学说 嫁给一个中华民国的上位连长 我很高兴 有一天我先生会当将军 可若干年以后 她先生退伍了 变成保全 这个女孩子她怎么样去面对 她以前她自己本身的那种梦想 或者是她面对她的同学 保全的职业也没有那么低下 我知道我没有说保全职业低 我从来都在多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国家花七年的时间 金钱培养一个军官 我是中正运校三年 陆军官校四年 我还有一年在陆院 一年在战院 国家要花多少钱在我身上 我在读战院的时候 我是上校 我每个月的薪水是有的 国家还要有这么多的软体 跟硬体放在国防大学里面 结果我退伍以后 我去当保全 我不是说保全的工作不好 而是我认为 它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很遗憾的没有 这是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决定考军校的时候 我们考量的不是说 我以后要退伍 而是我要干20年 那这个20年就必须 这个政府是非常非常值得信赖的 它不能有任何改变 因为这20年如果有改变的话 我这20年就赌输了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军人跟一般职业不一样 还有四个不一样 第一个 它是不稳定的 我们从官校毕业 我单单是从中卫到上卫 我换了大概有十个位置 我换了有十个单位 我从中卫排长在陆军官校 第二年我到马祖前面的高登当排长 这两个单位完全不一样 排长当完两年以后 我要去当副连长 然后我要去当连长 我当连长就有两个单位 所以军人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因为他的职位 他的单位一直在调整 第二个 军人是不安全的 哪边危险 军人就要去哪里 所以只要救灾 军人就要到定位 只要打仗 军人就要去了 军人不能辞职 还不能说我不要去 抗命军阀审判 所以军人是不安全 大家就当过兵 你当两年 当三年 你都觉得很痛苦 我当了28年 这28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28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各位民不了解 我曾经因为参加国军体能战军 那一把体摔断掉 在医院住了快两年 我腿里面还有四根钢兵 我参加开玩笑 我说有一天我如果去火葬 我还会多四根钢兵 所以军人他整个 在军中的军理生涯 不是一般人 他可以去体会的 成功有一条歌叫感受 真的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 我们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说 我今天没有在部队待那么久 所以我说你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想 你太贪心了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所以这个部分 齐范可不可以做一个回应 我历史先回应一下 两位来回应 齐范先来 很简单 上下讲的我当然很有感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在处理 有关军人的退伍这块 我们要特别处理 我都感同身受 但是你讲的这些 包括不确定 不稳定安全 就譬如说有人去选择铁办法 所以这两类是不同的性质 所以我们针对说整个 包括军人的一个照顾 当然包括他的就业 包括他的整个生活 包括他的一个安置 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 整个长远的一个利益 所以要安定军心 要照顾我们的退伍军人 这个大家要努力来做 我们也愿意努力来做 所以为什么军人 蔡总统把他切开 特别来做处理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几项理由 包括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 那你刚好不是跟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 大家所认知 社会所认知的 铁办法的工作 刚好是不一样的工作 如果他今天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不会这么难招生 我举个例子给你提 以前我去花莲上课 在花莲玉璃分局 他的桌上 我在讲的不是说 你们是铁换丸 我是来讲说 你在紫色的其他人 就是铁换丸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没有这样说 对 相对来讲 你刚刚讲到确定 稳定 安全等等 这个部分就是大家 所以对于年金改革 军人是特别处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计算 是说财务的问题 我也希望说 好 那退伍军人假如要照顾 那是不是要在 政府的财务责任 譬如说 他在这一个 退伍基金分担的金额 或者费率要把它提高 费率提高 当然对军人 现役军人来讲不公平 但政府的财务责任更重 所以你要去加重 政府在怎么样 照顾退伍军人 应该是在前端处理 那第二个 你也不要忘了说 当时马政府的版本 其实军人 这个退伍已经送到 立法院来做审议 我们委员会都审过了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民进党 这一次特别小心翼翼的 觉得说这一个部分 也许在过去的一些 立法的过程 有一些不同的 没有考虑到的 像您刚刚所讲的 这个部分 对我们很有感 所以我觉得年金改革 它其实是在 不只说让一个 我们下一个世代 能够负担更轻 能够减轻下一代的负担 我们要现在来解决 这个财务责任之外 不同的职业别 包括军 公教 这三种不同的职业别 当然也要做不同的 一个考量 我想你也会同意 那至于说劳保 我们现在有82%的比例 他所领的 劳保所领的退休 因为几乎是他 唯一的退休的来源 不到三万块 所以我也了解到说 很多的劳工 他出去工作的时候 他的小孩 他也没有办法 守在旁边 他也许像护士 是 是三班制 或者是一些特殊 像我当医生 一个礼拜 有时候工作会超过100个小时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我也没有办法说 好好地陪我的小孩 我也很内疚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团结里头 怎么样在这一次的年金改革 我觉得形成一个社会团结 这个不是只有我们政治人物的责任 是大家一起来 大家互相体谅 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那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说 像刚刚这个上校 你所提的这些意见 在我们修法的过程里头 那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部分 好好的来照顾军人 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 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作为民进党的立委 这个我们就把这些人撇开 这是大家来共同承担的一些 我们在政治上 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立法院的画面 在这段时间 这个年金改革反对的声浪 真的没有停过 可是要注意的是 它的支持度改革的部分 也超过半数60%以上 这是我们从制高点所拍摄到 在贸易当中 那么反年金改革的团体 重返立法院 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 对于这样的标题 他们是有意见的 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反年金改革 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下周可能会通过 什么样的版本 那是符合最多数人利益吗 看起来非常难 在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 今天在集会的过程当中 不畏风雨涌入现场 在宣传车上的指挥人员 他们特别强调 民进党政府以为参与人数会很少 军人捍卫国家 下雨算什么呢 下冰雹也会到现场 他们高呼的是这个政府是乱改 坚持不溯及既往 蔡英文总统下台 甚至在今天我们看到 抗议的民众都喊出这样一个声音了 我请讲的是定理的是 可不可以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 让相关的人员会认为 其实是多一点包容 而可以一步一步再化解这个对立 来 定理怎么看 我们现在讲解决问题 比如刚才上校讲的 我们现在的中少尉 因为他只能十年 我三十几岁升上去 我就没办法有前景 我当了上尉 也许我升不到连长 我升不到少校 我十五年退我能干嘛 所以很多人就提早退 所以确实在基层的军官 边线比只有五十四% 也就是我需要一百个 只有五十四个 所以我自己主动提案 让上尉的服役年限 可以达到二十年 把少校顺延到二十二年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民进党如果是够奸诈 我讲民进党如果够奸诈的话 我还真的就把观众的版本 拿来通过就好了 观众版本通过的 它有些部分是设计的不理想 还过度的严苛 所以今天就是为了求周全 才会冒着 让自己的支持者不谅解 用了一年的时间 网络直播 让大家在那边发表意见 而且很多人在那边发表意见 是重复又重复 甚至在散播一些假的消息 还是要容忍 然后最后这个版本 来到这一端 是有关公务人员跟教师的部分 然后大概共识也出来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 有些退役的将领 当你站在街头上 那个氛围一来 火气一上的时候 你要回头想想看 在部队里面的 在职的小老弟 现在在讨论的制度 你们都在跟社会对话 当社会无法理解量解的时候 变得一刀切的制度 那是不好的 那我也不喜欢一种讲法说 我军人特别 不能陪在妻子儿女身边 那是事实 但是事实上 我可以在每个行业都找到一样 让人家难过心酸的辛苦的故事 我到渔村也看到 人家那老阿嬷老阿公 带着孙子在这边缺儿 他也要还他的房贷跟学贷 都有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多照顾 每个行业都有他辛酸跟辛苦的一面 每个父亲都有他伟大的一面 他不会分军工教或者农牢渔工 所以我不会往那边去 我们反而要从工作的特性 因为军人是24小时在营区待命 你怎么算加班费 因为军人要调动来 你怎么去计算这个 从这个特性来谈 我觉得反而比较科学 也比较精准 如果大家在比较那个情境的话 我也很少去拿说 劳工平均 我们有360万个劳工 月薪在三万六以下 360万的人 月薪在三万块以下 我用这个去对照那个地板的话 那个对比的批头性就出来了 不一样就不要这样比 所以上下应该讲的话我都尊重 但我们希望改的部分 大家可以体会 这个改不是为了针对一些个人 或一些行业 而是国家制度要让它调整成稳定下来 是 我相信定义反映的是一个更全面性的问题 来 来 来 因为我在军中那么长时间 也许 各位 就像我们常说 这个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 都很辛苦 这个我们都承认 但是这个 如果说我们为了要去做某些事情 我非要把它打成都一样 我觉得这个国家会损失 为什么 什么样的人会在军中待28年 你们真的好好考量考量 我在高登 一年休一次假 七天 我就七天回家 我在海防当连长 一个月休一天假 我一年365天 我只回家12天 然后你们告诉我说 都一样辛苦 我说不一样 我是为了荣誉在当军人的 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是为了前当军人 我想军人的特殊考量 这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个 说讲一下 我觉得处理事情的能力很重要 我在部队当旅长 我的部署被我既大过退伍 可是非常感谢我 为什么 因为我会注意到他的感受 我会注意到技巧 我会注意到人性 还有人的一些观感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想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把这个战线拉得那么长了 一开始如果说 我们经过审慎的评估跟考虑 我们在军中讲 敌可能行动方案 好 我今天做这个事情 敌人的反应有十种 我把十种列出来 我把每一种列出来后 我军的行动方案我也列十种 你今天是第一种 我就用第一种来去处理 可是我们今天在做连改 没有做这些 我们没有做沙盘推演 我们没有去想象敌可能行动 你没有敌可能行动 你就没有我军行动方案 所以我之前讲过 我们在打遭遇战 好 之前丁宇兄说 不是在打遭遇战 可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 不是在打遭遇战 我们不会一直在修正 不会一直在调整 是因为我们在战略上讲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我们今天是在怎么样 先求战 后面求胜 很抱歉 你胜不了 你一定要先胜 你有胜率以后 你再去开战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 像第二个 刚才我们丁宇兄讲 把上位拉长到20年 可以吃退休风 您知道吗 这个队军中的伤害有多大 我在部队当旅长 我的营长他告诉我 他说报告旅长 我那个副营长 是我的学长 我在关校受训的时候 他就是我连长 我进他房间要敲门 报告连长我要进来 所以军中跟外面不一样 他讲学长学弟制 我当参谋主任 我的其貌科科长 是我学长 我永远是学长好 所以今天如果说 把一个15年要退伍的 把他拉长到20年 你想想看 他的部队会造成多大的困扰 上校啊 那是让他自由选择 他也可以选择15年就退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版本是军人提出来的 对 是军人提出来 所以不能只站在将 这个高阶的人去看那个事情 我想最重要的 军队还是要现代化的管理 对啦 学长学弟都不来管 现在讲年轻改革 最主要讲退休制度 跟原来的职业 任何都没有关联的 今天连总统跟政务官 我们都要求你的退休制度 就是楼地 就是天花板那么高 地板就这么高 不管你以前是不是 根本人没有工作 我们都希望有国民年金 为什么 就像一个baby一样 我不管你是活在富豪家 还是富在哪里 每一个老人家都需要国家照顾 所以我今天给退休人员 如果一个待遇 让新近现代工作的人员 负担非常重 他一定要缴很多的 因为小孩子少了 缴很多的钱养我们 我自己都不忍 我家都会受到影响 是 我就不要讲 扣扣刚刚讲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今天请问 拿八万块钱 拿六万块钱的差别在哪里 今天不管讲多少 今天六万块钱 变四万块钱 差别在哪里 当然金钱上有差别 可是在退休上来讲 在退休上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定一个地板 就是那是一个生活的必须 所以那些过去职业生活的经历 包括我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他跟退休的本职 本职是每一个人都要照顾 而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照顾 必须要制度改变之后 让现在还在职场的人 如果我们的制度不改 我必须说 我们等于加害现在的军工教 现在的军人更惨 现在的军人必须要负担更重 否则就死定了 他们将来就像你这样的事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有一个单位 有一天 一分钟就好 这个单位从来不赚钱 有一天 这个单位主管跟我讲完蛋了 他又被处分了 我说搞清楚 你这个单位从来不会赚钱 因为你这个单位叫研考单位 你是研发单位 你怎么会赚钱呢 但是你研发单位的存在 是让这个企业可以走下去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我们老板说 你研发单位没有赚钱 所以把你裁撤掉 我说不是很愚蠢吗 军人也是一样 你不能用投资的观念说 因为怎么样 所以说怎么样 军人他不能这样 没有人这样 不是 你应该不这样讲吧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只是说 你可以回头再想想看 你应该讲什么 不是 我刚刚把 我讲的不是钱的问题 我讲的不是钱的问题 我讲的 您看的是钱 我看的不是钱 好不好 那是什么呢 那现在推年改 不就是 现在我们要 让现在支出叫做 几副使用 今天 交付多吗 今天不去考军校 不是因为 我以后要读军校 我要拿很多钱 不是这个原因嘛 今天是因为你政府 告诉我说 我讲过 我上次有个 一个朋友 他儿子要考军校 他叫儿子考军校 这个儿子问他爸爸 爸爸 那个招生简章 你还敢相信吗 就是儿子问的 他说爸爸 招生简章 你还能信吗 是不是下面 也要写一个 以上所缘 纯属参考 未来要看 国家的财务状况 过去改两次 没有人听到讲这个 过去改两次 过去改两次 你不能够 都是增加钱 从来没有人看 不能增加了 我当初招生的时候 我请问 你在学校当教授 你薪水多 你会讲话吗 你不会讲话吗 不是吧 你原来 你不想把他 非人心话吗 原来不是18% 是12% 现在的军人 我可以跟你报告 现在二十几岁的军人 要负端多少钱养我们 我先问你吧 你觉得你军人很苦 现在军人钱 可以回家过生日 可以吗 现在军人可以回去吗 不能吧 对 所以为什么不行 那为什么叫他交钱 来养你 为什么叫他交钱 为什么交钱 是不是国家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我 国家每次他造成的话 你今天六十万大军变成二十万 只要四十万跑下去了 不是 不是我裁掉的 那是政府把财掉 照你这样讲的话 你今天 国家什么事都不能带了 你今天如果维持六十万 会有这个问题吗 六十万我们国家又可以养 那最好上去 现在你还要搞两百万大军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意思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动 我没有这样讲 那就好了嘛 那二十万大军要养你四十万 最后人员 今天你可以去坚持你的 我告诉 我只是担心我看到的 请你有机会去部队看看 去问问那些基层干部 看看我的脸书 基层干部怎么告诉我的 那么基层干部他要多缴钱 你问他愿意吗 我当然会多啊 你认为他不这样想的吗 那当然了 他能想这个吗 他们跟你不一样 那他们不一样 他会继续叫 你不会啊 他会继续叫 你当然不会 你当然不会 因为你现在为什么还读书了 那就是啊 你为什么现在还读书了 因为我想为国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 自己贡献的机会 因为我想为国家做事情 我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你跟我不一样 你只想到一群人 错 我假的国家 为什么我在监狱 你去过监狱 国家只有一个军队就结束了 你去过监狱没有 你干脆去北韩 你干脆去北韩 他现在军队嘛 我想听他的反应 就是军演的一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里头 这中间是不是存在一些误解 有情绪 有对有错 有没有一些误解 我第一个 我真的希望不要认为 大家都是为这个国家 不要认为说 只有这个行业 才是报效国家 或者某个行业 是高 某个行业 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现在年轻的孩子 拿着招生检章 问我说 军校这个检章 你还相信吗 我可以告诉他 因为要让这些制度 稳定下去 才需要改革 是 来 范老师 不好意思 来 很多学生 都是现在的少位 中位 上位 他们对于这个年 我也问过他们的想法 他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每个月缴钱 来养这些高级将领 他们每个月 可能领十几二十万 他们也不甘心 他们也不觉得是 相对的剥夺吧 这个问题 其实也有世代的问题 所以年轻的军人 为什么现在 他觉得 我每个月缴那么多钱 我可能未来领不到 但是我是去给那些 现在那些高高阶上的将领 他们也觉得不愿意 第二点 也不要说 每个退伍军员都去当保全 也有很多中正 中正理工学院毕业 拿到博士学位 我遇到很多 现在新竹很多科技大学的 老师都是军人退休 他们再去第二春 他一个月领两份薪水 那他要不要缴一份 也不能都说 都去当保全员 因为也有人在军人 在转业方面的困难 这是一个事情 这也没有错 他也不要以前 我们今天只是想帮政府解决问题 我也有学生 他是警察退伍 他现在在某个五星级饭店 当这个安全部主任 他说 我本来不care你年改 你怎么改 对我没有影响 所以当然有一些很弱势 我觉得要照顾 弱势在 算是一些什么 士官 他们是很老兵 这个要照顾 但是如果今天要讲公平 那请问很多 他可能他今天退休金 一个月七八万 他在外面又有另外一个工作 那要怎么去算呢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讲 那是病人不公平的 而且他可能还影响到一些年轻人 就业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非常相信 就是军人我们要给他 特性的处理 我想 小英也知道 那其实现在 军警销 特殊性 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 这是应该的 因为你有错 这我才说 其实是中间 多管 特殊 有一个概念是不能变的 现在你对 口里说对军人好 对于现在这些年轻的军人 你问他要不要脚多一点 因为我们退休金不能改 天底下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所以很多年轻松 那我不脚可以吧 对啊 所以这是不是价值问题 这是财务问题 不要把价值的财务 换为一谈 然后讲那么多虚空的话 每一个人对生命 都有充分的实践的能力 而我们的制度里面 有一个系络式的 反映很多经济 他自己的经验 他自己的经验 不能代表所有人 不能代表所有人 我到现在 让我讲好不好 你讲那么多时间 我们这个制度里面 你可以尊敬别人讲话的时间吗 这个制度里面 有个系络性的设计 年轻的军人 你知道吗 系络性的设计就是 你军人退休以后 你可以年资移到 你其他的这个保险里面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吗 是是 没有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劳工 所以这非常重要 我们的推销金 就这样子被公司给 可不可以办公 我们现场有两位 所以现在的制度 是这么优秀的制度 你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不支持 王定理跟齐迈的部分 其实行政院对于 接下来在军人的部分 尤其国防部跟队部位 它的特殊性 特殊考量 如果是这么清楚的话 政策真的要好好的交代清楚 立法的细节的部分 当然可以再进一步 去沟通跟协商 因为在临时会当中 这三个法案 公教人员的改革通过之后 破产大限一般说 往后延到2045年 退休的公教人员 月领从7万降到6万 年轻的公务人员 可能可以确保领到退休金 这样的改革方向 其实真的只改了一半 居然包括了劳工 包括了司法官才要登场 我们持续来关注 包括在外交风暴方面 明天范士平老师 恐怕要持续来到我们现场 对于台湾来讲 这场外交风暴 中国的步步进逼 台湾有没有大战队思考呢 明天请台湾加油 我们持续为您探导 咱们下个小各位 明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